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安 来到9月26日星期四 欢迎收睇今日的ET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红毅资本投资总监李习明 Alan 为第一分析视频解答投资问题 早安I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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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星期三在各位回讨 道指和标志都齐齐破顶之后回圆 中概股指数都跌了超过2% 恒之夜期仍升到8点 刚才看到黑期仍在升 今天市场仍未完结 大家很关心新世界发展 有些消息传出来 现在开始前已经宣布停了牌 我们稍后会讲一下如何拆解消息 大家有什么国别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讲下两个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市场重新聚焦美国经济的表现 美国8月份新屋销售按月跌4.7% 扭转前一个月的升势 而投资者等着星期五公布的PCE通胀数据 道指和标指曾经创新高之后转跌 道指一度升至42,299点的新高 之后曾经跌超过300点 收市跌293点 报41,914点 标指跌大约0.2% 报5,722点 纳指微升0.04% 报18,082点 美债息上升10年期 国债息升到3.79里的水平 美汇指数下市100关之后回稳 日元和澳元汇价都跌大约1% 今价年日破顶建议2,670美元 其有价格回落超过2% 招点美股 Tesla升大约1% Meta将会发布新AR产品 股价升0.9% 苹果和Google跌0.4%至0.5% Amazon跌0.7% NVIDIA再升2.2% 英特已升超过3% 即是表现最强的道指成分股 而美光科的业绩前升大约1.9% 收市后公布了业绩 指引超出市场预期 盘后弹升1.4% 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八道美股比港股升3% 京东升2.8% 阿里巴巴网易都升超过1% 阿里折算报92.9% 美团比本港收市升大约1% 腾讯升0.6% 折算报407.95% 汇控ADR自算报69.5% 比本港收市价跌0.5% 友邦升0.8% 建行升0.7% 港交所和比亚迪升0.6% 今早上外围市房 道指期货 42,318点 即是42点 纳指期货升0.5% 至于港亚太区股市 普遍都要向上 其中日本市和南韩股市 升幅大约1.7% 日记平均指数38,511点 升640点 澳洲市升0.6% 新西兰股市升幅大约1% 然后我们看看恒指黑棋的表现 升大约300点左右 预示港股有机会高害 先和Alan谈谈外围市房 美国自从减息之后 气氛都很好 昨晚又再破了一顶 然后回吐 似乎要等一些新的催化劑 等些什么 例如今晚鲍威尔又远港 还有明天 星期五 联储局很关注PC的通胀数据 大家可能都要再看看 究竟今年剩下的时间的减息步伐 是否都会进取 另外企业方面 其实好像都有些好消息 例如刚才提到AI股 美光科技 收市之后公布了业绩 都几两例 加上NVIDIA的黄仁分 减时好像高一段 最近股价有转强一点 你看有没有机会 在减息憧憬之下 再加上现在的AI 会不会有机会 AI股的热情回来呢 你自己怎么看 美股的高处未算高 还是怎样呢 高处未算高可能就是 长远来说 我相信一定是 但是短期来说 与其说等美股的催化劑 不如大家在等美股的调整 因为的确是 都创了很久的新高 你看到Dow Jones也好 或者标普也好 其实都是不停地创高位 一直都没有透过 所以对于一些 我想谨慎少许的投资者来说 其实一直都不敢入市 大家都不是很愿意告追 所以就与其 因为我相信大的催化消息 基本上就已经透支了 例如减息这个因素 因为上个星期 减息50% 虽然美国事前也有很多人吹 说会减少这么大的减股 但是也有比较大比例的人 是未相信的 但是它真的落实减少50% 我相信那里有比较多的 之前没有信到的人追入 或者之前可能开了淡仓的人 那段时间可能要平衡 所以导致减少50% 之后 其实美股是再进一步 创新高的 之后你说其他的利好消息 无论是 例如白亿进一步出来的 说话 或者一些通胀的数据 或者是未来的经济数据 可能相对于上个星期 减少50%来说 就不是真的会令市场 那么惊喜的 就算消息出来 可能进一步减息也好 我想美股的市场未必短期 会有大幅度向上的动力 可能就稍微休息一下 但是这我相信 也是一个健康的调整 大部分 我相信AI的芯片 或者科网 相关的板块 应该是 还会有一个后续的声势 但是AI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自从iPhone16出现了之后 iPhone16的AI 就令人有少少失望 而且iPhone16的销程 似乎也不算是特别理想 因为AI最终都要有一个应用 去做进一步的推进 本身手机或者电脑 是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或者比较大的应用 但是你看到AI、PC方面的销程 其实除了之前热炒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看到现在也不多 有太多ARPC消量好的新闻 至于AI的手机 iPhone16出现之后 稍微令市场有少少失望 变成你再向上游看的话 可能对于上游的热情 可能稍微有少少降温的迹象 但畢竟股价也真的比较高 至少Micro 因为股价之前 在一段时间低迷了很久 所以业绩后 指引令市场比较惊喜的时候 可能会有短期的反弹或者弹性 所以我觉得整体的美股 包括这些科网AI 可能会有一个短期先休息一下 明白 Allen看着 美股也是继续破顶格局 只不过短线可能需要调整 再等一等 儲力 AI可能各别股份 有些消息会表现比较强 但整体气氛未必那么快 回到之前那么疯狂 但是港股又如何呢? 因为看到内地旧市 所以市场也挺兴奋的 大家当然也很关注 因为昨天也有个大阴族 我们先总结一下 上天的港股表现 刚刚问Allen的港股 现在的市场是怎样的 内地旧市都继续利好市况 恒指列口高开591点 但之后升幅逐步收窄 美股一道只升了72点 恒指收市升128点 到19129点 成交压也很高 增加到2548亿 国指升大约0.8% 科指升0.2% 到3924点 ATMX最多升大约3%至5% 而美团在收市的时候 升幅收窄到1% 腾讯市升大约0.8% 阿里倒跌0.7% 小米倒跌了3% 中指基建股 都受到追捧 中交建和中国中铁升超过4% 另外 若名生物一度弹性一成 公司从美国生物安全法除名 若名股收市仍升到4% 北水判路 港股连续两天做好 但北水都连续两天沽货 昨天再走资近54亿 较前日增加2.6% 北水主力买阿里巴巴 吸资超过26亿 若名生物也吸资2.9亿 快手也吸资超过1亿 五大北水大举沽出美团和腾讯 两只股份各自走资超过20亿 小米也走资8亿6千万 继续和Alan谈谈港股 昨天一开始已经见到高位 冲高到5月份的高位 之后有些回头的情况 但成交很厉害 都超过两年半的成交新高 中央组合拳救市 再加上美国减息 大家觉得中美齐齐发工 所以很兴奋 但是如果你冷静看 恒指由近期的低位十日来 其实累积升幅超过一成 所以昨天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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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